您要真想为先帝殉葬 您嚷什么呀 门口伸了伸了有井 硬了硬了有柱子 跳井撞柱子 哪个都死得了 扯着脖子干嚷 您这可不是想殉葬 您明着就是说呀 自己这儿子皇位来的不正 我对他当皇上啊 不认可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皇上家的后宫里啊 永远不缺那种脑残的傻娘们 前两天咱们就讲了一个吗 康熙皇帝的惠妃 因为自个儿啊 还动个小心思 耍个小聪明什么的 所以啊 害了大阿哥印之 自个儿的这个亲生儿子 又害了自个儿那个杨子 八阿哥印四 虽然这两位阿哥坏了事 跟这位恶娘啊 关系不甚很大 但是呢 我总觉得 他还是有一定原因的 今儿啊 我就再给您讲一位 比这位惠妃啊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脑残的后宫娘娘 这位啊比惠妃的名气可大多了 这就是康熙皇帝的德妃乌雅士 雍正皇帝的亲妈妈 孝公 任皇后 德妃的出身并不高 祖上啊 是整皇旗的包衣 后来被台积到了整皇旗满洲 德妃这皇后的封号 是他儿子给的 因为生了儿子是皇帝嘛 所以呢 这母平子贵 康熙皇帝生前 德妃呢 他就是个妃子 连贵妃都不曾试过 凭借着自己 子嗣凡胜 天生来的是既能生儿子 也能养闺女 所以呢 这德妃啊 稳居后宫四大妃之首 说起这康熙皇帝的四大妃啊 咱们简单聊一下 这就是德妃 荣妃 姨妃 惠妃 这四位妃子 虽然在后宫当中 这康熙皇帝驾崩 也只是妃位 不过呢 仗着自个儿 给皇上养活的孩子多 自己在宫中啊 戳根戳得早 在这宫里头啊 他拍的就是一个老腔 所以呢 在后宫啊 位分不高 位置不低 远比其他庶妃 身份啊 要尊贵的多 从现存的清代 后妃的画像看 德妃娘娘乌雅士 无论是从容貌 还是仪态上看 都能排进前三甲 这呀 还是嫩着说 在我心里啊 我觉得这德妃娘娘的容貌 能排得上头筹 所以说这康熙皇帝 和他呀 生的这个孩子多 那是有道理的 有句老话 叫十色姓年嘛 这皇上呢 也不例外 谁好看呢 那自然就多往谁的宫里啊 跑两趟 乌雅士啊 被康熙皇帝临姓以后 在这个康熙十七年的头上啊 就生下了皇四子印针 因此啊 转过年来啊 就被封为了德贫 再过一年呢 又生下了皇帝的六儿子印座 这位皇子您听着耳声吧 因为印座呀 在五岁头上就病逝了 可是您别小瞧了 只活到五岁的 这康熙皇帝的小六 他名字里 座这个字啊 那可是康熙亲自给取的 这个座字 可有皇位的意思 您想啊 这康熙皇帝 能是因为这皇子一出生 抱过来一看 呦 这儿子不错呀 皇位给他了 不能这么简单吧 那惹定啊 是爱乌吉乌 因为喜欢德贫乌雅士 才给这位皇六子 取了这么一个 自带boss的名字 随着皇六子的降生 乌雅士啊 一下子就从德贫 升至为了德贫 从宫子到费子呀 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 这在康熙皇帝 庞大的后宫体系当中啊 位分晋升 绝对算是快的 只可惜 在虚岁六岁 周岁五岁的头上 六皇子印座 不幸 因病 夭折了 可是这德贫娘娘 在康熙皇帝心中的地位 是一点都没动摇 妻子咔嚓 又给皇上 生了一子三女 其中有一位闺女呀 就是康熙皇帝 比较宠爱的 和硕 温献公主 还有一位呢 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 亲命抚远大将军 寻君王 印提 在这儿啊 咱们得画一阔弧 我得吐槽一下 这康熙皇帝 给儿子们起的这些名字 皇子们名字 第一个字都是印 第二个字呢 都是柿子旁 我算了一下啊 这柿子旁 一共五十四个字 除了个别几个呀 好字眼多 您想去吧 福 祥 礼 路 这不都是柿子旁吗 可是呢 这里边啊 它也有很多字 它不适合起名字 您比如说这蝉 神啊 岛啊 还有就是这祸呀 这些名字取出来呀 不但不好听 不好念 而且呀 意思也不怎么地 不是冲了神呢 就是又倒霉 康熙他们家这老十四啊 刚生起来的时候 他不叫印提 他叫什么呀 他叫印针 那有人就说 这念起来多麻烦呀 他四哥也叫印针 而且呀是他的亲哥哥 这都省着念茶了 德飞俩儿子都印针 我想啊 后来这康熙皇帝 肯定也是醒枪了 琢磨到这点上了 所以呀 把这老十四改名 叫做了印提 咱们别乱了 以后啊 只提印提 咱们不提这印针了 再有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 那个老六印座 给印座取名字的时候啊 其实朝里有太子 就是那著名的 二二个印仁啊 您给这小六子 起了个名字 名字里呢 暗藏皇位二字 幸亏这小六子死得早 要是这印座能长大成人呢 就冲这倒霉名字 您想这哥儿呀 的关系 他能好的着吗 要说这康熙呀 也是明白一事 糊涂一时 在好多事上啊 还是欠斟酌 得 咱们闲言少叙啊 接着聊乌亚事 随着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驾崩 这乌亚事 坑娃的日子来了 康熙皇帝驾崩前 就留有一兆 拥亲王黄四子印针 人品贵重 深宵镇宫 必能刻成大统 筑记镇登基 即皇帝位 集尊典至持福 二十七日誓福 布告中外 闲史闻之 钦词 这要是搁到一般的后宫嫔妃 听到自己的儿子登基当了皇帝 那肯定是脸上咧着乖乖哭着老皇帝 心里却美的跟开了花一样 那您得说这妃子一辈子图什么呀 年轻的时候老皇帝在世 那就是啊 希望自己的位分一格一格的往上升 得了宠的妃子 不但自己啊 能荣华附会 并且能够蒙音内心 老皇身后啊 那都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当皇帝 要是那样啊 自己就成了太后了 整个清帝国最尊贵的女人 那自然是皇后 不过在这后宫里啊 皇帝皇后每天还得给太后请安 可是乌雅士啊 他不见 他竟然大反常态的说呀 亲命无子继承大统 实非梦想所欺 他这意思就是说呀 我儿子当皇上 我可没想到 不但如此啊 他还闹着给康熙皇帝殉葬 您要是一位庶妃啊 这殉呢也就殉了 说是这大清国啊 进关以后文明了 改良了不殉葬了 可是您要是真自个儿愿意死去 谁又能拦得住啊 顺治皇帝的真妃 不就给顺治殉了葬了吗 人家那真妃懂个事 一根白铃子 尿敲的自杀殉情了 成全了自己的大义 您要是真想为先帝殉葬 您嚷什么呀 门口伸了伸了有井 硬了硬了有柱子 跳井撞柱子 哪个都死得了 扯着脖子干嚷 您这可不是想殉葬 您明的就是说呀 自己这儿子皇位来的不正 我对他当皇上啊 不认可 有人说乌雅士如此狡闹 是因为呀 他想让自己的小儿子 硬提当皇上 他心里根本就没想过 自己不疼不爱的 这位长子印珍 能继承了大统 其实这乌雅士 也是想瞎了心了 这皇上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哪个皇子 是你这么一个妃子 能左右的了的吗 挤队的当时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 没办法 只有跪在自己恶娘的身边说 皇考以大事一托充人 今生母若执意如此 臣更何以占一 将何以对天下臣民 以为以身相从耳 这皇上的意思是说呀 您要是这样啊 咱俩俩就都别要脸了 干脆手拉手死去 就是这样啊 这乌雅士 才勉强答应 不给先帝殉葬了 那乌雅士这么闹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他呀 无非是想给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应提 和自己的家族争取最大的利益 这乌雅士心里想啊 说老四啊老四 你多白尔郎 多不地道啊 你的那个养母 同家式的弟弟隆克多 你说你一口一个舅就叫着 当时的龙克多呀 是九门提督卓 李帆院尚书 你这刚刚一登基 又把他的官长了又长 现在呀 是总理师傅大臣 立不尚书 加太保的职务 你再瞧我兄弟 你那个亲舅舅乌雅薄起 原来就是个侍卫左领 现在呀 还是个侍卫左领 你是当皇帝了 你瞧你舅舅 还给你看大门呢 最招人恨的 就是那个老十三印祥 先帝活的时候 就不大进他 你算算圈禁了多少年吧 你这刚一登基 第二天就封他为 和朔遗亲王 并封为总理王大臣 你那苦命的亲兄弟 阴提我的儿肉 还在西北领兵打仗 受着苦呢 身上啊 连个王爵都没有 你说你对得起谁 老四 你是不是白眼狼 有了这些个想法的乌亚事啊 那就更来劲了 什么 让我当太后啊 不当 给我上尊号 不要 让我按照太后的礼仪 搬到宁寿宫 我就不搬 皇上啊皇上 咱们是怎么拧巴 怎么来 你要不依着我呀 咱们就拧着劲干 雍正皇帝这份恨呢 是 我从小不跟您过 是不是您带大的 可是再怎么着 您是我亲娘啊 您不能这么给我下巴来台呀 那要这么说 这乌亚事给雍正皇帝 制造了种种的难题 那这雍正皇帝就屈服了吗 屈服 我想啊 我的粉丝朋友 对雍正皇帝的脾气呀 都多少知道点 这雍正啊身上有无数的特性 唯独没有屈服二字 乌亚事的爹魏武 原来啊 就是个护军参领 到了雍正元年二月的时候 勉强算给了一个一等功的爵位 到了雍正八年的头上啊 那会儿乌亚事已经归西了 又给他姥爷呀 稍稍增加了一格 赠了一个一等成恩功 至于他那个看着门的舅舅勃起啊 至死也是看着门 无非是后来习了自己父亲魏武的一等功爵 至于那个棘手的亲弟弟允提嘛 这会儿啊 已经不能叫印提了 雍正继位以后啊 把自己哥哥兄弟名字里的印 统统改成了允 所以这印提啊 就变成允提了 允提 康熙驾崩以后就被召回了京 和众多阿哥一起啊 见了自己亲娘一面 这娘俩呀 也没刀着块 唠唠家常 聊聊贴己的话 雍正皇帝一道旨意 尊化皇陵 去给爸爸守陵去 太后乌雅是听到这些个消息之后啊 连急待气 一下子就病倒了 雍正元年5月23日丑客 这位仁少皇太后 崩逝于紫禁城东路永和宫当中 您先别着急 嫌弃我雍正和允提兄弟之间的关系 讲得不透彻 因为呀 在之后的九子夺迪当中 咱们还要细讲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 不是这德飞乌雅是吗 想想这位德飞娘娘的晚年啊 过得也确实糊涂 因为疼小儿子 得罪了大儿子 因为得罪了大儿子 就更害苦了小儿子 您说这乌雅是 是不是糊涂至极 我是喜欢给您讲故事的昆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准了啊 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